這個 你有吃過豬皮牛還好吃的嗎 這個是名牧主廚 跟他的家鄉 刺成餡開發的名牧 名牧師傅也是刺成餡的美食大學 再看一下 本來這兩個比在一起的時候 他想要吃這一塊 這塊其實牛這麼嫩其實不特別 大家看一下這個豬 嫩成這樣子 怎麼烤的呢 名牧師傅說呢 從我們進門之後 他就每兩分鐘進去烤箱 拿出來之後 你知道再讓他休息 休息完之後再進去烤箱 再拿出來再讓他休息 每次都只烤兩分鐘 大家可以看這個 看他粉紅裡面這個 所有的juicy都在裡面的感覺 而且配的是一個有酸味的蒜 蒜油 超級好吃 超級好吃 這個雞藥兩年後才會上市 兩年後才會上市 所以呢 他說這隻豬是 NO NAME NO NAME 不是他的名字 是他還沒有名字 真希望台灣的餐廳主廚 能夠跟地方合作開發 他們自己要的肉品 真的是太驚艷的金燕豬 就叫金燕豬好了 拜拜